说的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现在彻底凉了 我甚至还想说句狠话 他被封杀封禁 活该呀 今天早上我是在人民网上看到的这则消息 他干啥了 你要粗看呀 也就是介绍怎么搞对象的一些小事 这种视频节目我一般都看不进去 我也不看 可是有人说你细看呀 一细看不得了了 这哪是介绍搞对象啊 这分明是成体系输出价值观呀 这是有理论有实践的 直接操盘的路线图啊 人家的理论很深刻 讲的什么理论 交换理论 言之糟糟 强调关系的本质是交换 男女关系的本质也是交换 打着践行交换理论的旗号 以所谓情感咨询的名义 教女人如何搞定男人 骗男人的钱 直言不讳 你们会撒娇吗 姐妹们 教你们怎么撒娇 撒娇撒出千万房产 这都是人家视频里面的内容 人民网的消息说 2023年8月 有一则直播间连卖视频 在全网流传 一个金融圈销售的博主 叫曲某 在直播间里求助询问 说豪制两千万的客户 和富豪现任 我怎么能找到这样的人呢 该怎么选呢 男人是渠道 情感是技能 关系的本质是交换 面向女生的情感生意 你再往里看不得了了 太深了 太混蛋了 上个月 微博管理员公布了 微博平台新宇宙的典型处理案例 其中就包括了 所谓情感大V曲某 现在你看公事 账号违规的原因是 是多次宣扬 不良的恋爱观 博取热度 并借此贩卖课程 谋取私利 传递错误价值导向 当然现在不能看了 封禁了 这个兴趣的多次 和粉丝连迈进行情感咨询 搞直播 据他的观点 谈恋爱 结婚 乃至生孩子 都是实现阶级跨越的工具 都是从男人身上搞钱 你只要这么干 你才是超越了情感 是你婚恋的终极目的 所以有人那时候看了 他的一些局部内容 就觉得过分 能这样 你就是物化亲密关系吗 这个兴趣的 他曾经呢 辗转多个社交平台 不光在微博 在很多平台都有这套东西 虽然他被处理了 现在呢 直播切片的视频 仍然在相关平台上流转 评论当中 不少网友在为该博主的新观点引流 有网友说啊 这个曲某的直播 已经从原来的公开平台 转移到了私域运营工具 小什么通 需要拿到直播间地址链接 方才可以进去观看 有的女孩很愿意听 想改变阶级吗 想从男人身上炸钱吗 后来就有记者 就以粉丝的身份 联系上这个曲某的团队的工作人员 对方说了 说开播前的朋友圈发直播间入口 那瞬间看到 这曲某目前的直播群体 仍然是每周直播三天 每天直播四小时 他表示私欲直播 百无禁忌 可以更大胆更开放 回答大家的一切问题 所有的服务 一切照查 有记者呢 为了调查这件事 进入到他直播间 主播正在给他连麦的粉丝 分析情感问题 直播间弹幕快速滚动 那钱刷刷的 他在连麦的间隙里 主动引导粉丝购买直播间里边的 EV1导师咨询 情感课程 闺蜜圈 各种服务 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直播结束之后 直播间点赞人数超过了7万人次 你这不是挣得丧良心的钱吗 告诉各位 现在在网上不光是这一个曲某啊 还有不少博主都在做类似的叫做女性的情感生意 他们往往自称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情感导师或者心理咨询师 个别人在那吹牛说曾经帮助几万女性实现了向上的突破 叫破圈射交 教导女性在情感方面向男性借力以获得财富资源 有人好奇用情感思学女性成长啊 各种关键词在短视频平台解锁 结果发现类似的账号不少啊 粉丝最多的上百万 比方说有一个自称精英女性成长导师的博主 某姐 在短视频中宣扬婚姻式踏板男人式阶梯 引导女性通过吹牛包装人设来实现阶级跨越 另外有一个粉丝过百万的男性博主 说的更直接 说XXX宠爱丽 主张女性通过撒娇方式从男性身上获取金钱 他分享的这种短视频的内容不少 连卖粉丝在他的帮助下 获得了男性赠予的房车巨额财产 总而言之就是叫你怎么欺骗 无论男女的这类博主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赚钱呗 六个月赚二百万 起个号半年之内变六百万 情感培性工程 半年变六千万这类字眼 这样的这个激励 是吧 有钱能使鬼去墨 有一个词叫共情力 你知道吗 就这类的博主啊 因为这种共情力快速流量吸附变现 那现在有些女的 那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 也愿意听这玩意儿 所以乌鸯乌鸯的情感课程 连麦答疑 私欲咨询 社区陪伴都出来 为了骗更多的钱 人家还有一些劳动竞赛 比方说 你现在是我的粉丝吧 你证明男性为你花钱 那就给你一个小红花鼓励 你要是能证明男的为你花了五百万以上 那好 你就有连麦特权 不仅是直播 而且这个主播 其团队也通过售卖这类的课程 传说如何去跟油米 就是有钱的男人打交道 现在据了解 起码有上百个矩阵账号啊 借短视频 为这个曲某的内容导流 靠售卖价值三千五百八十元的招牌课程 几千上万的一为一的导师咨询课程 短时间之内营收不菲啊 大家想一想 天天输出这样的价值观 输出这样的理论体系 教你这样的一套方法 对这些女青年来说 这不是价值观引导完全走邪路吗 你的所谓成功不是对别人的践踏 对别人的亵渎 对别人的伤害吗 这不但是个法律问题 而且也是个价值观的导见问题 是消费主要爱情发展到今天 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互联网的翅膀 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迫害 所以我提醒网上那些老爷们小爷们 你们当心啊 常你撒娇的女的不是因为你有魅力 而是他盯上你手里的米 米人家黑话就是钱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说通过加强思想教育解决问题 我告诉你原水不解尽可 人家对你的思政客 对你思想教育的冲击力 你跟着人家一对就把你冲个七零八落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你在互联网上利用什么导流引流来诈骗钱财 平台舍下负起这个责任来 像这种东西就不能任由他泛滥成灾 好了这期节目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